别少了 你现在买新能源车还买天价车吗 前段时间刚上市的零跑C16你看他的定价多钱顶配的增程自价吧 179,800你再看看蓝图Fill他刚上市的时候定价多钱30多万 你再看看他现在的定价20万出头了2024年了存量市场了 新能源车价格战打爆炸了 连车企创全老板都自己搞流量了 很多车朋友老师现在饭都吃不上宝贝们 你再想想这两年前甚至去年甚至今年年初定价这些的新能源车型他定价不高吗 他凭什么卖那么贵 而且给你的电池还是称之不齐 答应好的宁德时代现在给你的是啥 希望的啊 风骚能源就卖这么贵的情况下还给你偷摸的减配 还给你偷粮换重 兄弟们 谁把谁当傻的心里没数吗 有些品牌新能源车他就不应该优惠吗 你看看现在豪华品牌的燃油车给的价格力度 一个比一个嘛 BBA都降成啥样了 让老车主陪蹦起来了 但凡开演将家排行榜两年前去年甚至今年年初买车的 尤其像宝马武器 还有奔驰一级 不算车的时候刮行情亏掉了十几万呢 兄弟们 现在买新能源车你奔着冰箱踩电大沙发去吗 电池成本现在多底啊 就你喜欢那些个配置他值几个钱 你切记宝贝们 下半年买新能源车不便宜咱们不买 现在你能看到陆续有新能源车价格的遭遥镜了 好好做对比 稳稳当当再下手 下半年还有十多万个钱纯电车 脑瓜栏顶个激光雷达的 估计会越来越多 包括十多万能买到的纯电4C超重的电车也比比皆是 千万别等到明年的时候 你今年花二三十万买的新能源车 开一年赔一半 像这种恶心的事情不要让他重蹈负责 每天但不了解新车二车行情 祝你们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一路长红 走向机身不劳而祸 买完车的千万别看董事弟将要排行榜 我盼气的蹦起来 如果近期想买车可以去董事弟看一下 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 让你买车不买贵